另外一個有關於別調處調查普雲瑪ATP結果出爐 認為不管是施工、驗收、監督、操作 就是在買的時候就出現問題了 就採購上面不要講說施工 連採購都出現問題 那麼我看到說部長是退回了台鐵級的行政責任調查報告是不是 對 就是說報告我要懲處17人 別調處也說這個有疏忽 所以交通部是不是有打算擴大懲處 有 大概擴大到什麼程度 因為先前行政部門 包括行政院跟交通部的看法 是因為已經在進行司法調查 所以有涉及到大概10名左右 那個部分我們交通部並沒有進行懲處的建議 那既然交通部已經主動又啟動了行政責任調查 這個意思就是說普雲瑪事故相對應在每一個階段 可能涉及的責任的人 如果明確我們就建議懲處 這個目前在交通部方面已經在進行 所以跟北檢或者是說宜檢他們現在所掌握的一個新的市政 或更充分的一個市政 是一致的 這方面我們會配合辦理 對現在患植股本來是既已小過 阿曉飛大概都認為說高高級級輕輕放下 有沒有大概方向是怎麼樣 既大過還是兩個大過免植有沒有這個方向 目前行政責任調查 釐清之後 相對應的懲處建議是一大過兩小過 已經有一大過兩小過 那有關於那個周永輝局長有陳竹嗎 方向是什麼 因為這個涉及到 他以前是計一個小過 現在會不會比照計一個大過一個小過 他的情況稍有不同 是因為其實普雅瑪的採購跟主要的驗收 是在犯局長的內 那尤其是ATP的驗收 所以周永輝會處罰會加重 但是不會到大過是不是這樣 目前這個行政責任調查 公文還在次長那邊 但我初步的了解是也會加重 也會加重 大概到兩個小過 是不是 這個我想我要看到他們 神上來最後的建議 這個理清真相追究責任 最重要就是前世不忘後世之施 我們希望不要再發生一樣的悲劇 所以不管受害者或者國家或者家屬 對他們來講都是很大的傷痛 好啊 所以我先問 我們要經歷大家的交代 是